首先介紹一下 我是香港物流協會 我叫會長Elsa 今天來到這裡的這麼大型的職業 其實這個非常好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經常都在說 就是沒有技術 基本上我們所有行業都不可以活動 其實是否真的還是假呢 但是我們來到這裡 真是可以好好反思和探討一下 其實現在的技術有多重要 因為其實現在說的 比如說Digital Transformation 這個其實的範疇是很大的 其實可能是Cloud IoT 又或者是AI 其實這些是否我們應該要做的 或者是否我們要準備的東西 才可以活動呢 其實這個很好的機會 會讓我們去平台去真是再想一下 再研究一下 再研發多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思維 新的做法 其實很老實地說 在我們物流業裡面 仍然是一些很傳統 或者是一些很manual的情況出現 的而是真的 其實我們是更加要需要 因為現在說 譬如說 請人 我們勞工短缺 更加要需要我們要注入一些技術 而這些技術並不是代表 是真的可以100%去取代人手 但是有一個好處 最基本就是可以令到 所有整件事是優勢了 或者是透明度高了 準確度高了 這些是帶給我們的效益 或者價值是越來越大 一些改變 這個感受非常好 因為這裡有很多關於 譬如說技術的東西 其實可以吸引到我們 有什麼東西可以 真的擺在我們的行業 或者擺在我們現在的生意上 令到可以利用這些 譬如說 日常的技術 可以升級到 或者可以令到我們的行業 可以再更高一層樓 不是說原地踏步 還可以想得多一點 想得更高一點 就是利用一些技術 想多一點 希望這些所有的價值 真正正可以帶回來給我們的顧客 或者給我們的行業 令到我們的行業 不可以一直適微 反而還可以進步